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从上个月月中到现在为止 仁爱礁上的飞船 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月 无法获得补给了 这无疑让菲律宾非常着急 因为若是持续无法获得补给 那么仁爱礁礁盘上 非法滞留的菲律宾人 就得自行离去 在这种情况下 菲律宾只能选择摇人 喊来自己最大的后台 美国前来帮忙 果不其然 就在近期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 抵达菲律宾 会见了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 以及国防部长 美菲军队高官讨论了 加强美菲双边防务合作 强化海上态势感知能力 美国海岸警卫队 一艘传奇级海警船 维舍号 已经抵达菲律宾海域 并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会合 还于7月16日 在南海取行了联合演习 重点训练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搜索救援 消防 海上通信演习 和医疗后送能力 菲律宾海警出动的 是其最先进的日本造巡逻船 9702号舰 美国出动的就是这个威舍号 需要指出的是 美国此次出动的传奇级巡逻舰 可不是等闲之辈 而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最强的海警船 传奇级的排水量大约4500吨 现役有9艘 是美国海警的主力舰艇 该型号海警船最为人称道的 就是其先进的舰载设备和电子系统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这个传奇级海警船装备有 落马研制的C4ISR系统 该系统集成有多种型号的雷达 拥有强大的对海搜索能力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 该型号舰居然还装备有 与美军现役舰艇 完全一样的电子战系统 再加上传奇级还预留有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安装备 可以说只要有需要 该型号舰随时就可以进行改装 直接加入美国海军现役 在舰载武器装备方面 传奇级还装备有 与美军现役的滨海战斗舰 同款的单管57毫米舰炮 另外还有密集阵近防炮 火力上在各国海警船之中 也算很强了 除了这个传奇级之外 美国海岸警卫队较强的 就是排水量1900吨的 飞莫斯级和千吨级的信赖级了 可见传奇级不论是在吨位上 还是在性能上 都堪称是美国海警之罪 有理由推测 接下来菲律宾海警 很有可能仗着美国的撑腰 在南海胡甲虎威继续滋事 目前中方海警5303舰 已经结束在菲律宾 卢邦岛以西60海里海域的巡航 但正在更加靠近菲律宾海岸的位置 进行闯入性巡逻 距巴拉旺北部的爱妮岛 仅35至40海里 近距离监视美飞演习的一举一动 而我国最大的海警船 海警5901号 已经再次进入仙宾礁 对菲律宾大型巡逻舰进行监控 两船相距最近距离为583米 该舰装备的76毫米单管舰炮 射速能够达到每分钟120发 射程上可以达到17公里之远 从火地和吨位上看 我海警5901号 完全可以取得 对美国传奇级巡逻舰的优势 显然 菲律宾海警发言人显得比较气愤 他大概没有想到 在美国海警船都出动了的情况下 中方海警船不但没有低调 反而更加活跃和积极 可见 菲律宾幻想着依靠美方海警船 来对马德雷山号搁浅舰补给 只能是说打错了算盘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菲律宾海军发言人表示 菲律宾海军准备使用美军无人机系统 为仁爱礁坐摊登陆舰运输补给 同时表示他对此非常乐观 认为可以躲开我方拦截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5远征部队 战术补给小分队 已经在巴勒旺岛测试了这一计划 该部队专门执行对偏远地区 运输关键补给任务 美军测试了无人机在南海与巴勒旺岛导航能力 以及空投精度地面操控能力等等 菲律宾海军将会操控美军无人机 对仁爱礁破船进行空中补给 在6月初成功进行不太成功空投之后 非方认为中国海警暂时没有能力 在空中阻止补给行动 那么在潜旅寄穷之时 菲律宾军方只好把几个月前 见识过的美国无人机搬到台面上来 俄乌战场上已经有使用 大中型无人机运输弹药物资的例子 证明这条路走得通 不过南海岛礁与东欧平原比起来 显然是两码事 俄军手里的无人机 与菲律宾和菲律宾计划引进的 美国战术补给无人机也是两码事 更重要的是 俄军面对的是无人机技术 产能和质量都不怎么样的乌克兰 而菲律宾如果要在南海玩无人机这一招 面对的是领跑全球无人机技术的中国 解放军使用无人机的时间不短 对反无人机的研究同样重视 所以这种办法 对中国有没有用 连猜都不用猜 2021年3月 在亚利桑那州的油马实验场 美国海军陆战队测试了两款战术补给无人机系统 设计指标是要求可以在10公里半径内 运输至少27公斤的有效载荷 包括18.9升的水罐或弹药和野战食品等等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求这些无人机还能自动执行任务 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蒙受人员损失的可能 从照片来看 当时在油马实验场拍摄的测试型与今年在菲律宾亮相的型号基本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这款无人机的能力应该还是可以把27到30公斤的载荷送到10公里以内的地点 如果菲律宾海军打定了主意要用这种无人机给破船送补给 依然需要母船在距离马德雷山号10公里以内放飞无人机 不过在海上这个距离几乎等于近在眼前 中国海警此前已经在14海里以外拦截了飞方船只 折合计算就是26公里左右 在这个距离上 菲律宾人有没有机会和能力放飞无人机很值得怀疑 不过出于料笛从宽的原则 预计中国海警装备舰载无人机和反无人机装置也不远了 届时菲律宾引进的美制无人机可能连起飞的机会都没有 在特朗普上台几率大增之际 菲律宾表态已同意与中国建立新的沟通渠道 以改善双方对南中国海争端的处理方式 7月17日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非知情人提供的一份文件称 中菲签署了关于完善非中海上沟通机制的安排 根据该安排菲律宾与中国将建立三个沟通渠道 哪三个管道呢 其一就是两国领导人指定代表使用的高规格管道 其二就是外交部部长级及副部长级代表管道 其三是两国的海岸警卫队层级沟通管道 新加坡媒体表示 双方已同意在不损害各自立场的情况下 致力于缓和及管控紧张局势 并继续讨论以找到解决方案 好巧不巧 在菲律宾持续在仁爱交调试之后 为什么这个时候愿意建立沟通管道 与我们坐下来谈呢 恐怕除了我们坚定的态度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与特朗普大概率上台有关 明眼人都知道 特朗普是一个美国利益优先者 特朗普挂在嘴边的 就是盟友都在搭美国的便车 因此盟友必须给美军付费 特朗普对待北约盟友尚且如此 何况是菲律宾呢 很显然 菲律宾明显是发现 美国的风向不对了 因此要两边下注 菲律宾的算盘极有可能是 若拜登当选 菲律宾立马翻脸不认账 继续挑衅中国 若特朗普当选 菲律宾大概率料定 特朗普对菲律宾并不感兴趣 因此 菲律宾这个时候 想要稳住中非关系了 不过 对于我们而言 不管菲律宾打什么样的算盘 那艘破船也必须移走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